不仅诸多吸引老臣,中原各士族,也深以为 枪炫一寸一寸看着小妖的脸,试图从上面找到担心或者在意的痕迹 我在武神山等消息 小妖张开胳膊,向后倒在座椅上,一手摸摸肚子,能再给我传点东西来吃吗? 我刚刚没吃饱 我知道,已经吩咐他们准备 只是本来不知道这事,还让他们准备了酒 线下,你最好别喝,清醒点等我的消息 枪炫向外看了一眼,来了,你自己吃吧,我现在就得动身 枪炫走得急,带起一阵风 宵夜准备得十分精美,除了小妖日常爱吃的,还有些养胃的羹汤和糕点 明明味同嚼辣 小妖的眼睛里却盈满了对面前美食的狂热 无视放在手边的筷子,徒手拿起一块糕点叼在嘴边,又伸手去端那碗香气四溢的三脆羹 直到来送吃食的最后一个人,退出了房间 嘿 小妖吐掉嘴里的东西,轻轻推开窗户,毛球蹲在不远处,正歪着头看她 见她招手,立刻飞进来用脑袋去蹭她的手背 她被抓走了对吗? 小妖轻声问,她那时候还活着吗? 毛球点点头 你带我去找她 小妖站起身 毛球垂下头,乌咽了一声 白羽金关雕都追不上 小妖难以想象,是什么抓走了香柳 她背着手,急切地在屋里踱步,毛球的目光追随着她 一人一鸟,此时都一筹莫展 她低头,桌底下似乎有什么亮晶晶的东西,反光了一下 小妖不顾形象的四肢着地趴在地上,伸手去够 是五个钱 小妖拾起来,紧紧捏在手里 直到烛火燃尽,毛球熬不住窝在一旁打起瞌睡来 她哭作一夜,天光大亮 她起身,向浩灵王的请殿走去 父王 小妖没让人通报 直到浩灵王走出来 她迎上去叫住她 彻夜未年,小妖满脸眷容 声音沙哑,偏偏眼睛雪亮 浩灵王探究得看向她 昨夜休息得不好 小妖摇摇头 昨天晚饭前,我本来想了诸多理由 不当浩灵的大王鸡 我在外面漂泊惯了 受不了拘束 可我想了一夜 我看到阿念的样子,非常羡慕 她可以没有后顾之忧 想做什么做什么 因为她有一个强大的后盾 永远在她身后爱她 她,是最受人爱戴的 浩灵王的女儿 说到此处,小妖的眼睛湿润了 我不知道仗着爹爹的宠爱 是什么感觉 愧疚涌上了浩灵王的心头 她伸出手拍拍面前已经长高的小妖的头 你就是浩灵的王鸡 不必羡慕任何人 我已经着人给西岩和玉山送信 今日我就会昭告天下 浩灵的大王鸡 我的女儿 回来了 小妖抱住浩灵王的胳膊 谢谢爹爹 浩灵王面上含笑 去吧 好好休息 以后不要再为这样的是伤神 我会让人给你准备典礼要用的一切 你只管那日做大荒最美丽的王鸡 好 小妖乖乖点头 壮似心急地补充了一句 我都等不及了 我要赶在典礼前情于正午 万一你这王鸡四处给我惹祸 我可得分出神应付那些弹劾 浩灵王玩笑了一下 转身走了 看着她的背影 父王笔之记忆里 真的老了 骗她 让小妖于心不忍 但回归典礼 是小妖能想到的 唯一的突破口 礼服送来的时候 小妖正坐在凤凰树下打盹 王鸡 王鸡行行 婢女苗圃温温柔柔在一旁 躬身轻轻地唤醒小妖 小妖兴致盎然地爬起来 扯过一只礼服的袖子 好看是好看 但是得饿上两顿才能穿 她说完 看了一眼 苗圃的衣服笑道 你是不是日日都饿着 才能把衣服穿得这么好看 一派风淡云青 丝毫没有被香柳影响 王鸡又拿人打去 快快进屋试试 大典就在明日 大家都等着看您呢 苗圃浅笑着行了一礼 等待小妖的动作 小妖迈步 慢吞吞走进屋子 傀儡一般被人伺候着 换上礼服 输了个凌云病 搀扶到镜子前 她很快注意到 门口有一道毫不掩饰的目光 勤循着自己的周身 哥哥 我觉得这发柴好重 小妖看起来有些烦恼地开口道 还是穿男装容易些 我要是父王的儿子就好了 傻话 枪炫迈步进来 面上带着和煦的笑容 从怀里拿出一个清浴装饰的凤鸟文锦盒 我才赶回来 就听说大典在即 这是我之前给你准备的礼物 如今看来 跟你这礼服倒是很配 她只字不提向柳的任何消息 盒子里装了一对玉手镯 小妖拿出来 划过白皙的手戴在腕上 样式简单 我很喜欢 我在中原四处寻你时 有一次碰到了快好玉 远想着雕成日常的首饰 让你捡着喜欢的袋 可惜当时学艺不经 最后也只得了这一对镯子 枪炫摊手 以后遇到好玉 我再给你准备其他的 那还是直接送我钱吧 我喜欢钱 小妖狡狭地笑了 我太想知道躺在前山上的感觉了 在上面打滚一定很过瘾 枪炫被她的话逗乐了 行 我去告诉师傅 我们一定实现你做回王姬的第一个愿望 只是眼前她说吧 她挥手让店中的人都离开 收敛了笑容说道 大典上你要警醒些 屠山市的孩子下落不明 他们这次来参加大典 来者不善 屠山市狡诈 你最好同他们保持距离 如果他们要找你谈话 或者做任何事 我都会在你身边 你不要轻举妄动 更不要独自前往 小妖乖巧地点点头 答应下来 没有多问一句 另外 还是没有相留的消息 枪炫见她不问 反而起了疑心 自己提起这话 面对屠山井的质问 鬼方式也没有没有露面 但大典 他们一定会来人 你也要多多小心 哥哥多费心 我明日也会注意的 小妖答道 叮嘱完一切 枪炫回去处理其他事 小妖换出匕首 把精美的白色礼服 割成几片 收了起来 苗圃 小妖提高声音 你进来的时候 给我带点果子 今日就不用饭了 等在外面的苗圃 眼珠笑意 好 明日 您一定会大放光彩的 会的 一定会的 小妖看了看 准备好的红色衣裙 夺目睁辉 血一样刺眼 明日 就是明日 随着入收派人 把勤俭送往各地 整个大荒都在议论 失踪了200年的 浩灵大王姬 被找到了 浩灵王不喜奢华 行事低调 不管做什么 都好像无声无息 可这次为了女儿 竟然几乎给大荒内 所有有名望的家族 都发了请柬 且时间紧急 几乎所有人 收到请柬的第一时间 就是准备好礼物 向武神山出发 中原喝酒 要么直接喝 要么烫热了喝 浩灵人 却喜欢喝冰镇过的酒 小妖清早起来 拿起一瓶就喝 不要总是空腹喝酒 枪炫一进门 就看到小妖养头牛饮 忍不住皱起眉头 贪凉可不好 小妖毫不在意 用手背擦嘴 今日我怕典礼太隆重 我会紧张到 同手同脚 当着这么多人 给父王和你丢脸 不得不先喝一点 枪炫一走上去 抢过瓶子晃了晃 确认她并没有喝多少 才放下心来 别说同手同脚 今日你就是背面 朝后走进去 也没人敢嘲笑你 王姬不好了 苗仆火烧眉毛地跑过来 边行礼边说 礼服 礼服不知怎么 说清楚 枪炫不满 小妖已经率先走进屋内 看到了被自己 亲手划烂的礼服 深吸一口气 先前送来过一套礼服 我觉得勒得太紧 就让人收起来了 这件礼服外照一件 长长的拖地纱袍 纱袍上用红黑两色的 丝线绣着桃花玄鸟图 当沙袍展开 就如满地都绽放出桃花 梳头和上妆的侍女 忙着调整发饰和妆容 竖腰时 一个婢女一声令下 两个婢女齐齐用力 小妖痛苦的身影 真的要断了 这件 比支之前的那个更好看些 枪炫等小妖出来 眼神中全是赞赏 她挥挥手 让手下去查试谁弄坏了王姬的衣裙 然后亲自伸出手 扶着小妖走上云脸 走动时 不经意间撇向她的手腕 玉琢稳稳地 坠在小妖腕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